你很信任自己的第四把背刀 你如果有这样的自信 背刀就应该更快 你到底是什么人 陆小凤 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一口气看完陆小凤传奇 到底是哪个不怕死的感染剑神西门吹雪 原来是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自皇城一战后 西门吹雪境界已然称神 剑法无人能及 他要杀的人谁也拦不住 即使是陆小凤的灵溪一直也不行 可本是好友的两人为何如今生死相向 纵使陆小凤轻功超绝 也仅仅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昏迷中的陆小凤被一声一响惊醒 有人以飞刀钉注毒蛇救了他一命 正在陆小凤思索时 一阵诡异的笑声从四周响起 来人正是享有死神之名的勾魂使者 陆小凤来此正是寻求他的帮助 听说只要勾魂使者帮忙 就能去往一个连西门吹雪都找不到的地方 正在说话间 一道白颖往缓走 陆小凤本以为是西门吹雪杀到 结果是小白龙叶孤弘 一个酷似西门吹雪 名字却像叶孤城的人 此人也是事件如命 毕生追求便是追上当时的两大剑神 如今遇到了被西门追杀的陆小凤 叶孤弘终于问出了心中最想问的我 到底是西门吹雪的剑块 还是我的剑块 话一当后 叶孤弘已经实践飞向祝福了 与少凤 到底谁的剑块 不要用我说了吧 接下来勾魂使者要带陆小凤去一个地方 一个连西门吹雪都找不到你 为什么 因为那地方只有死人可以去 所以才叫幽灵闪着 穿过密林 两人来到了一处峭壁下 突然一到白铃飞躲 陆小凤匆匆一眼看到了一名绝美女子 据勾魂使者说他是山中的主人 老刀霸死的杨女夜雪 来到竹林深处 陆小凤看到了一座小屋 屋内一名红印女子正坐在马桶上躲下 此女叫夜灵 也是老刀霸子的杨女 她特地向陆小凤介绍了这些规矩 一 永远不要偷听别人的谈话 第二 永远不要打听别人的过去 第三 永远听从老刀霸子的差遣 陆小凤成功混进了只有死人才能进入的幽灵山庄 见到诸多炸死的武林高手 还不等他侦查 已经被人迷晕绑到了地下室中 绑架他们的人正是武当不云飞 他有些诡异地看着陆小凤 声称自己已经在幽灵山庄卧底了十几年 就为了揭发幽灵山庄的存在 而他希望陆小凤就是那个来接应自己的人 可惜陆小凤对此并不知情 就在顾云飞想要杀掉两人时 一个蒙着面杀的人出现 正是幽灵山庄的主人 老刀霸子 他就出了两年 但却要陆小凤离开山庄 因为此时山庄里出了奸行 他不想留生人在这里 临走前让陆小凤带走一样东西 陆小凤选择带走花广腹 可就在两人刚刚走出时 却看到了远处传来的七彩剑气 西门吹雪还没走 冷汗直流的陆小凤 只好带着花广腹回到了山庄 没想到老刀霸子一直在等着他们 原来这一切都是对陆小凤的特使 沐云飞也并没有死 如今幽灵山庄终于接纳了陆小凤 而他立刻施展了自己的无敌大法 是的 陆小凤凭借自己的花言巧语 俘获了夜雪的方向 但意外总是来得很大 这天陆小凤被夜灵引到了竹林之中 结果遇到了一个武功齐高的黑衣人 出手就将陆小凤点住 从她的口中陆小凤得知此人被扔下山崖 在淡泥里泡了15年 因此变得人不仁鬼不鬼 这时夜灵在不远处出现 看着被定身的陆小凤 夜灵坏笑一声 将春肠草给她吃了下去 小凤华 你是我的 我不会再让他把你抢走了 就这样 陆小凤头一次被人糟蹋 带两人回到大厅 老道霸子突然宣布要将夜雪许配给陆小凤 突然夜灵跳了出来 我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先嫁给他了 你胡说 干嘛你不亲口问问他 不是在胡说吗 陆小凤百口莫变 夜雪含恨离去 却来到了悬崖边 想要寻短剑 关键时刻还是陆小凤想到的蛋 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可是这个世上还有一个人值得你活下去 你不配 我确实不配 但我说的这个人 是你爹 陆小凤带夜雪见到了那天的黑衣怪子 声称这才是夜雪的亲生父亲 因为据夜雪所说 他的亲生父亲也是在十五年前失踪的 可就在父女激动相忠时 真的是你 爹 你干什么 陆小凤 阿雪你怎么了 陆小凤这时才知道老刀霸子在这里密谋了一件大型的天雷行动 所有假死所藏在这里的人都是为了这一刻 那就是袭击武当的掌门登基大典 不去不行 不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不过他已经深陷泥潭 只能听从老刀霸子的号令 一行人通过一荣树改头换面 陆小凤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阴森客栈 花寡妇所办的婆婆与陆小凤来到了一间房 得知这里曾是武当派木道人的弟子 叶凌峰和他的妻子沈三娘的助手 据我所知沈三娘还是武当派长老木道人的表妹 我记得还是木道人作媒 让他嫁给了自己的得意弟子叶凌峰 当年这对新人不知让多少江湖人士羡慕过 可惜啊红颜薄命 没过几年沈三娘暴殿而亡 三年之后叶凌峰也是做的 正当花馆不听的心惊胆战之时 陆小凤与店老板双双不见 小凤 你们死哪儿去了 死哪儿去了 等我来吧 你是沈三娘了 你拿着我的手 还记不起我吗 等到花馆妇再次醒来 她已经在陆小凤的怀里 对昨晚噩梦般的经历真假难辨 不久后他们终于抵达武当山脚 这时陆小凤被老刀霸子单独叫到了房间 委托他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原来行动除了要杀了四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实验头领的掌门紫金冠 原来在武当掌门的紫金冠中藏着一本账 那里面记录了所有武林高手的秘密 其中就有幽灵山庄众多高手的逆星往事 因此老刀霸子才要将这本账目挪过来 很快行动开始了 陆小凤早早潜伏在武当大殿的房檐之上 静静等待时机可关键时刻 一发飞时射出 顿时暴露了陆小凤的藏身处 但现在闲上不得不乏 画面一转 幽灵山庄的众人齐聚一堂 任务已经成功了 老刀霸子为众人庆功 这时陆小凤站了出来 反正我已经替你背了黑锅 你为什么还要飞水当内展张灯 为什么还要暴露我 小凤 这次如果没有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们也不会赢得这么轻松 这是你投工啊 我要重度赏你 说吧 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 多谢老刀霸子 这次大家都已重现天日 而我却身败名利 所以我的要求不会低 你只管开架 我只要一件东西 想 你腰间的那把七星剑 你关键的根本就不是紫禁关 而是这把七星剑 吴小凤 那本要命的账簿 其实就在七星剑 你要我去抢紫禁关 是为了一开实验 那只天下无敌的右手 十一年从来没有那本账户要挟过任何人 原来在那所阴森的客栈内 阴连老七几人便成功替换了几人 这一切都是陆小凤与其他几人的技能 幽灵山庄并没有老刀把子想得那么严厉 早在几个月前 武当掌门实验便发现了重伤归来的顾云飞 幽灵山庄 哪 有这武当 在发现顾云飞之后 我们也制定了一个计划 叫英朝 围巾之际 必须找到幽灵山庄 必须制止这件事 其实我最大的难题就是说服西门吹雪 这次西门吹雪虽然答应帮忙 却提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我必须真讨 否则如果被他追上 他真会杀了我 所以那的确是一场真正的追杀 没人会怀疑 随着石燕和木道人的登场 大战一出出发 木道人不愧是当时的顶尖高手 不出几个回合 老刀霸子便命丧当场 当众人将他的人平面具接下 露出的赫然是勾魂使者的面目 本以为幽灵山庄案件就此了结 但陆小凤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和游魂回到了山庄 结果这里已经失衡电影 花寡妇和表哥等人已经全部被杀了 不过表哥在临死前却是抓到了一些现象 这是叶灵求救的声音从大厅传来 陆小凤赶紧营救 突然神秘人偷袭了 关键时刻 黑衣怪人出现拦住了神秘人 神秘人逃离现场 但黑衣怪人却是重伤 这一刻陆小凤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真心 他回到了武当派 却得知掌门实验突然暴离 陆小凤知道 他还是来晚了 就在目到人头戴紫金关 想要登顶掌门之位时 陆小凤打断了仪式 你的手好像受伤了 一点点皮外伤算不了什么 皮外伤 被八卦崔心长打了还算皮外伤 此话一出众人议论纷纷 江湖人都知道 八卦崔心长乃是木道人过世的佛 叶灵宗所创 什么 你说木道人就是老刀把子 怎么可能 大家明明看见是木道人杀了老刀把子吧 绝不会错 木道人才是老刀把子 在幽灵山庄里 所有人都被灭口 但是表哥在临死前 留下了一样足以证明凶手身份的东西 这是剑岁 对 这是剑岁 武当派的剑岁 那又怎样 武当派门下弟子上千人 你怎么能断定人是木道人杀的 阿弥陀佛 将那武当派门归森严 这宝剑上准雪瓜黄色剑岁的 只能是长老级别的人 其实他也是被逼的 因为木道人当年触犯了天大的教规 他在外面不但娶妻 而且还生了孩子 他的女儿叫叶雪 而他的妻子 就是神言沈三娘 不对啊 沈三娘分明是叶灵峰的老婆 还是木道人主的婚啊 我想叶灵峰很可怜 作为弟子 他听从了师父的安排 成了个礼带桃江的牺牲品 其实 沈三娘是木道人的表妹 多年前 他们二人私病终身 并生下女儿阿弦 可那个时候 木道人已经在武当成名 声名和气语他都不想放弃 于是就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让俗家弟子叶灵峰和沈三娘做了假夫妻 可没想到叶灵峰和沈三娘日久生情 竟假戏真做也生了一个女人 叫叶灵峰 后来 事情败了 木道人和叶灵峰师父二人 反目成头 叶灵峰对木道人打到万丈悬崖和下 从此 吃足吃 七星剑的帐簿里 也记载了木道人的这个秘密 多年来 让木道人在实验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是 他也一直不肯甘心 所以 才处心积虑策划了天雷行动 就是为了毁掉那本帐簿 重新做上武当派掌门的帽子 面对陆小凤的逼迫 木道人眼神阴狠 突然一道红铃飞出 叶灵来了 他要为副报仇 被老刀霸子教授了多年 叶灵的武功自然不会弱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只见一道白银也加入了战斗 正是赶来的叶雪 姐妹七星功力大展 最后一刻 杜小凤接住了木道人的必杀一击 而叶雪则趁机一剑捅入木道人的后心 叶雪最终也不知道眼前的木道人 就是真正的老刀霸子 这可能就是木道人作恶多端的报应 报应 你俩 我俗 你俩 我俗